现在的妹猪也是出息了 竟然敢跟妈妈叫板了 正所谓孩子不大创造神话 可能是妹猪还没有上幼儿园 所以不明白 小熊是逃不出大熊手掌心的这个道理 于是乎就经常想去找妈妈打一架 这天妹猪想偷吃妈妈的损 结果被妈妈一巴掌按趴下 妹猪的小火山一下子就爆发了 想要反击妈妈 结果一巴掌把自己干倒了 这下妹猪更生气了 气势汹汹的要找妈妈报仇 结果又出洋相自己又帅了 真是给妹猪气得不行 现在的妹猪觉得自己长大了 在还站不稳的年纪就经常找妈妈开展 挑战萌萌的权威 所以也经常挨揍 连奶爸都亲自认证 妹猪是长龙脾气最大的熊猫幼崽 当奶爸给妹猪带来了新玩具后 被吓到的妹猪生了大大的胖气 企图用牛叫吓跑对方 最近大家也是逐渐接受了妹猪牛叫的事实 因为妹猪实在是甜美可爱 不计如此 妹猪还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有规划 准备做一个吃播 在鹿海走不稳的年纪就想偷吃妈妈的胡萝卜 吃不了就先藏起来 让萌萌在里面一顿好找 有时候是叼着妈妈的竹子偷偷磨牙 这也太萌了吧